那全民偶像还有哪些新话样呢 再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经济布景器 真的是该精打细算的时候到了 你看计算机 它有贴钻的还有不贴钻的 然后店家会自己 就是他们会拿去贴 那你可以买到有贴钻的 又不贴钻 你看也很亮很可爱 就整个超闪亮啊 拿去学校同学羡慕死你 或是放在办公桌上面 超可爱的 那我之前就是去逛百货公司的时候 很多超漂亮的一些专柜小姐 或是很可爱的一些柜上 他们都会摆像这种计算机 因为他们要算钱嘛 很方便 他们就会摆Hello Kitty 就他们整个都走 超梦幻的一个路线就对了 我觉得说哇 这专柜小姐明天打扮漂亮 连东西都是用Hello Kitty的 自己好想要一个 就很想哭 马上冲出去买 超可爱 你看它的蝴蝶结 有没有over 好闪亮啊 bling bling的 好的 接下来再让大家看到 你知道我这个人啊 最实在了 我走的都是实用路线 所以 Hello Kitty会败家吗 不会啊 它很实用 你看哦 它是一个计时器 它有闹铃 还有计时的功能 还有听到哦 它是2D的 立体的 关起来就是放在桌上 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摆式 打开来 这是一个计时器了 好的 再来请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是 就是很多爱美的女生 你一定也很喜欢 因为它是可以放在 那个皮带上面 或者是你的腰间上面 然后你看哦 它上面有这个小小的萤幕 可以显示你走了几步路 今天到底消耗了多少卡路里 才把它计算出来 所以很实用啊 你就这样放着有没有 咦 啵啵扣哦 没有就衣服盖下来这样子 或是你放着 因为它是Hello Kitty 所以很可爱 你就这样用着 然后平常逛街啊 有没有走路啊 然后或是追公车的时候 或是什么的时候 有空的时候把它拿起来看一下 咦 没有人call我 没有啊不是 是消耗多少卡路里了 就摆在腰间还蛮方便的 所以对于爱漂亮的女生来说 这个是超实用 超实用 或者是爸爸妈妈 有没有 为了爸爸妈妈健康 这个人生使用的 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 喂 有没有 松山静一 喂 都要这样听电话 然后翘翔舞子 没有啦 这个无线电话啊 它还不错的是 因为它 接收的距离可以在三百公尺 那我们家因为是住宅区 住宅区你知道 全部都是住的地 全部都是完全没有车子 然后巷子里也没有车子 然后都很安静 平常在我们巷子里 都很多小朋友在那边 骑脚踏车啊拍皮球 更有很多那种贵妇都会 牵他们家的贵宾狗 或是马尔基斯 在那边走来走去的 这时候你就可以拿着 你家的无线电话 然后一边溜狗 一边讲电话 因为它的范围高达三百公里 所以你即使在家里附近啊 溜溜狗啊 光旺街或跟邻居啊 三公六婆八卦一下 这个都可以收得到哦 那因为我家的 对面就是一个游乐区 那就是有小小板啊 很多游乐设施 等于说就是我家的院子一样 因为它就只隔 大概这么宽的马路而已 巷子啦 然后所以我们大家邻居 都会在那边聊天 然后我就可以拿着Hello Kitty 然后在我家的巷子里 就牵着我家狗狗啊 手里的狗狗 显然就是一个无敌贵妇啊 有没有看过 诶 那个叫什么 瑞瑞瑞斯捧眼的 哦 好 算了 反正就是 很惬意的一个东西就对了 非常的可爱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请大家看到 这个我觉得还蛮适合当做 圣诞节礼物的 因为它很实用 你看嘛 它是Hello Kitty的 对不对 可是它并不是 就只是一个这样子靠定而已 它有按摩的功能 你看这里哦 这是按摩器 它有按摩的功能 有可以垂打 还可以搓揉 滚动 震动通通都有 然后啊 它是摆在车上的 你就可以擦 拿它的那个线 拿去擦那个点烟器 就可以了 然后放在背后 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啊 也会有那个按摩椅的功效 就不用去玩意买那种很贵 一贵十几万的 你平常在开车的时候就可以按摩 有没有很实用 很实用啊 谁说喜欢Hello Kitty的女生 很败家 好的 接下来啊 刚去完资讯展的人 应该会觉得这个超实用 这个正好适合你们 因为都是跟电脑周边商品 有关的东西 然后我一进去店里的时候 我一看到 我就觉得好可爱的键盘哦 因为你知道我打字打一打啊 上面的字都已经不见了 虽然我不用看就可以知道它在哪里 但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可不知道 所以我就重新买了一个 Hello Kitty的这个键盘 有没有好可爱哦 就是用起来心情都特别好 也不过既然是买给爸爸妈妈用 那为什么买Hello Kitty 明明就自己想要了 好的 再来给大家看到的 这一个是滑鼠垫 这个就是大家比较一般常见的 但是因为它好晶莹剔透啊 喜欢 就是整个亮亮的这样 然后我有看过有图案是里面 这个里面是有Hello Kitty 它就整个变突突 碰碰的很可爱 你就可以这样垫着 垫在手腕 这样子用滑鼠 然后手这边就不会觉得痛痛的 这样 来用东西 就还不错 可爱 全部都是实用的东西啊 像大家知道 Jolene蔡依林啊 它就很喜欢Hello Kitty 它就是超级Hello Kitty迷 那之前 Savie and Leaven不是我推出 就是几点的Hello Kitty吗 就造成一股热潮 所以大家可以想 接就Hello Kitty的魅力 那我之前看到Hello Kitty的 那个卡通的时候啊 哇 Hello Kitty的卡通啊 超可爱的 然后看完之后 就去跟我朋友分享 然后说Hello Kitty Hello Kitty不是 没有嘴巴吗 那它卡通怎么演 我想想 对哦 它没有嘴巴 卡通它怎么演啊 然后后来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我又看到了Hello Kitty的卡通 特别仔细地看了一下 Hello Kitty它平常没有嘴巴 可是当它讲话的时候 会有一条像 就是上玄月一样的那个 小小的小缝跑出来 但是不影响到 它整体可爱的脸 就有一条小缝这样子 然后就讲话 还是一样很可爱 那平常没讲话的时候 它就没有嘴巴 然后它表情就是 用眼睛来表示 好可爱哦 这个就是 哦 好想去抱它 放在脸旁边 就砰砰的这样 非常的可爱 那其实因为我跟我姐姐 有网友帮我们成立家族 那今年过年的时候 不是去 不是接下来这过年 是今年二月过年的时候 他们就说 希望一一佩佩 能够跟Hello Kitty一样 吸金 而且又就是 受到大家的欢迎跟喜爱 先想想Hello Kitty 蜜蜜真的不小 真是吸金器 然后没有大家都很喜欢 好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个是小笔垫 Netbook的套子 那最近很流行小笔垫 走到哪里 上网到哪里 所以啊 戴在包包里 就一定要好好给它保护一下 才不会就是刮到啊 或是什么的 一定要用 买这种保护套子 但是它是适用于 10寸以下的Netbook 那如果你的小笔垫是 12寸 14寸啊 它有另外的size 因为我的小笔垫比较小 所以是买10寸用的就可以了 很可爱对不对 你看都是很实用的啊 无可抗却的梦幻一品 女孩子一看到这些东西 毫无抵抗力真的 就像就是你知道 整个被感染一样 就整个侵入人里面 哇我一定要去买 很可爱 那其实还好 其实这不会很贵 比如说像是 诶 诶 像这个六百多块钱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应该是六百块左右 六百块左右 好的没问题 没有记错 确认了一下 好的 所以这些东西啊 我喜欢你 再见给大家 希望大家在圣诞节交换礼物的时候 可以有所移据 或者是女孩们 就是不要再以为 就想说哇 就是买自己Hello Kitty的东西 哦哦不够有钱 好像是有钱的权利 其实不是啊 并不是拜金女的权利 那现在啊 只要是小女生喜欢通通都可以 因为她其实 我发现她的单价都不是很高 而且都是还蛮实用的东西 提供给大家啊 好的 快票的网站 我们先网站成立咯 那还有一些 就是每次节目的一些影片 跟片段都会放在上面 刚成立不到一个月 那大家可以坐到那边去走动走动 好 明天呢也会介绍 跟圣诞节有关的东西 比如说圣诞节 你要如果要在家里办party的话 又如何把家里变得很干净 瞬间变得很干净 又不会花很多钱 而且重点是 还有很多好吃的小点心 可以分享给大家 下次见 拜拜